其實大聲唱歌真的很舒服 但是因為昨天有一些狀況 所以雖然明天知道可能會唱不上歌 可是還是想要大聲唱歌 因為昨天我們台東賈迪姑部落 就是那個資本溫泉那邊的部落 就是祖墳要被人的台東司空所牽走 就是牽祖墳嘛 反正後來事情又搞到上街頭抗爭 然後我當然很 因為要表演的時候我的聲音就 我會很小心把我播放口號都一直人 畢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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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要提起人 可是因為 接下來要邀請的這一位歌手 因為他通常在抗爭的街頭上 是完全無法控制客氣 雖然知道要來嘉義表演 但是還是忍不住在街頭上 盡情的揮賞 所以他今天 剛剛我們唱的太八王子 對我說 完全聽不到他給我的回憶 我們現在掌聲歡迎 那我 他今天帶來不一樣的請教 因為他昨天的聲音已經弄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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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他 他 總共 Lagos 在電視上也要探掉 因為我講的就是 類似的事件會一直一直不斷的發生在原住民的體育上 因為 中華民國政府自己陌生的原住民資本法 他們自己立刻三度通過的原住民資本法 所以已經到開始就夠一段落趕快 只要是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一天 他們就不會針對原住民主的最基本的權利 不知道只要是獲得的政權太難 太難跟他們好好的排 那最重要我講的就是 安算的就是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的 肚子 行政院裡面肚子就委員會的貸籍 貸籍的肚子可以拿 但是 這個問題規定之前就算這個黃耳帶的明年 今年是美麗灣 美麗灣當然勝出 大家很高興 但事實上要不要拚 拚之前 還沒拆以前 沒什麼好高興 靠近一點還有核廢也很期待 那 南島文化就特別 這台東 不管是各個族群 大家都以南島的文化的原住民的 有美的這些 可是卻沒有一個政策是要讓這個 優美的 多元的 文化的這種 永續的發展下去 而是 完全都是滅足的 因為 我們也沒有自己的傳統空間 以為我們文化 運作實踐的環境 那再來就是 就是 這種 殖民之後 一直希望我們 依賴 政府所給予所有的福利的政策 讓我們一直一直不斷的 失去了 自己存在的能力 像現在的這種市集啊 小農啊 其實是 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的 一個模式 就是我不依賴市場 我要我自己的 可以得以保足的 當小小的點聚在一起 事實上是國家最害怕的一種 經濟發展 因為它根本就 沒辦法管 無法管 就像 農業的文明 一直在追劣 我們這種 採集 狩獵的族群 然後我們 本來就是前世的族群 在一個 國家管理 體制之下 最不喜歡 最不願意見到的 就是我們這種 所以現在所謂的小農這種 根本都沒辦法管 因為它不想要依賴 當不依賴 你就有自己生存的能力 漸漸的會長起來 那這種能力 在我們原住民部落已經 漸漸的透過教育 透過宗教 透過政策 已經 越來越弱 越來越沒有辦法 那所以 這種事情 會一次一次的再發生 在台東 在花蓮 是一種 非常荒謬的一種 經濟的發展模式 經濟發展的一種思維 所以我常常在演唱會的時候 就會跟朋友們分享 事實上我們是可以非常的生氣 我們生氣不等於暴力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憤怒 化作各種的行動 化作各種的參與 來成為 我們對一種 一種 一種對抗 那當然 那嘉義 或者 比較少聽到 嘉義最近沒有什麼好抗爭的 玉山女社都是回來了 像彰化的二水 彰化的雨林 那邊 會一直一直的 就是要把原來 農地 空地 要一直把它利用掉 因為那都不符合 這種快速的經濟發展的掠奪 不夠快 不夠快就好 會讓我們的GDP指數 我們的失業率 攀升 那這是一種 對季然的一種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自己 對自己的環境 的敏感度 對自己環境的認識 如果不夠多的話 說實在 站在這個地方 拿著麥克風講話 我們 或者唱歌 或者說創作 有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興趣 那就是歌手 我只要選機 我沒有要來這裡選機 昨天去台南 吃了很多個小吃 來嘉義 參加小農四級 首創四級 都是一種生命力的 那不是在大飯店 那也不是在非常大型的 反而小小的讓人覺得 人跟人之間 人跟我進到那個空間之間的 那個距離是非常有機的 我跟小吃店的老闆 問這是怎麼做的 是怎麼傳下來的 那人跟人之間 透過這個食物 我的需要 就覺得非常的有機 認識很多 那在這個地方 還有從台東 我們常常一起在鐵花村的夥伴 也來到這裡 人跟人之間 人跟透過 那個 所謂經濟行為 人的 那種 存在更 更大 那不只是 我只是要拿我要的 我只是 花錢要你的服務 應該不只是如此 應該 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種 新的經濟思維 新的一個經濟模式 讓人 事實上要回到 成為這個社會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分子 再從人的角度去關心 整個社會環境自然 我想這樣 這個邏輯才合理 那不然 每一個政策 都說它是最好的 未來會給我們 帶來最多的 可是我們發現 沒有一個政策是好的 當然我今天在這個 林務局這邊 不能罵林務局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實在有什麼 不說不行 從來沒有一個 農政單位或林務單位 來跟台灣的山林 跟台灣的原住民道歉 實在我跟他說 所有的破壞 山林的破壞 都是從林務政策 從日據時代的崛起 那個那種掠奪 一直到現在 我們每年會花一個月的時間 回到1941年 我媽媽 他們被日本人 破千下來的那個聚落 沿路上我們看到 從林道一直到林班 林班地 造林地 全部跨的地方 都是以前 二三十年前的 造林地 林班地 那個真的是慘不忍睹 那現在林務局 常常就是 在山用森林遊樂區啦 或者是 在山下還有水資源局的 這個公園 清水公園 很像剛剛都有在做事情 就是 真正要修補的是 山林 那就是 我一直在等 不知道 中華民國政府 什麼時候會做這件事情 先不用跟原住民道歉 但是一定要跟台灣的山林道歉 那當初的 錯目的政策 一定要負責 一定要負責 然後大家從 大歉裡面去尋找 解決的方法 我想這是比較有參與 這才是對山林 真正有幫助的 有很多的方法 應該有很多的方法 因為在極端的氣候裡面 我們實在來不及 救災都來不及 我們怎麼去看到山林 但是如果不好好對待他 不好好想出對策來 這個極端氣候是 只會讓他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示範為什麼會被捕 蛤蛤蛤ох 蛤蛤蛤 蛤蛤蛤 女容近哦 蛤蛤蛤蛤蝦 蛤蝦 阿倒讓我看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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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對不起 你自己跑去 走動一下 有嗎? 你幫我看出來 謝謝 謝謝 怪怪的 你擠出了好多的字 快點回來嘛 我都已經沒步了 只好請禮物集道歉 謝謝